随着刘备开始对汉中动手 和关羽在南郡战场上的优势 让曹操统治区内的很多拥戴汉士的大臣和投机者 再次看到了反曹的希望 同时连年的战争 也让各地的百姓不堪重负 对摇曳、兵役和重税的承受能力 也已达到了极限 就这样 严重的内忧外患 在时间不如公元218年后 开始集中爆发 一场场动荡接踵而至 狠狠地敲打在曹操敏感的神经上 公元218年正月 少夫耿继联合太医令几本 丞相府四职为皇 远武林太守金玄的儿子金一等人 发动叛乱 因为曹操常年在夜城居住 于是便留下了王毕 总揽许昌的军事 王毕是曹操的心腹重臣 从曹操起兵之初 便安前马后的追随 关至丞相府长使 耿继等人的意图是杀掉王毕 清除许昌城内的亲曹势力 逼迫汉县地召集附近的军队 攻打魏国 以声援荆州的关羽 因参与谋反的金一 与王毕是至交好友 于是便派遣手下 潜入张使府作为内应 耿继和吉本等人 则率领一千多名军士 趁业在府门外正面围攻 当时战况非常激烈 连张使府的大门都被烧毁了 王毕肩膀上也中了一箭 身负重伤 在混乱之下 王毕也不知道造反的究竟是谁 于是便逃出去投奔金一 在夜里站在金府门口喊叫 金一的家人没想到王毕回来 还以为是金一派了手下回来报信 于是便隔着大门问道 王长使死了吗 事情成功了吗 王毕一听此言大为惊骇 随匆忙从南门逃走 很快便在城外召集起了 点龙中狼将盐匡的部队前来评判 看听们见王毕还活着 随意红而散 耿继 基本 维晃和金一四人被一灭三足 临行前 耿继指着金一等人大骂住手 说可恨我自己没有主见 被你们这群废物窝了大事 耿继等人居意扶诛 曹操本无意在大开杀戒 可十几天之后 王毕竟因为伤势太重而去世了 曹操伤心不已 即刻下令将许昌的汉室百官全部照往夜宠 曹操站在高台之上 命当夜曾参与救火的人站到左边 没有救火的人站到右边 众人都认为参与救火对评判有功 于是大部分人都站到了左边 可曹操却反而认为救火的人就是参与叛乱的反贼 于是便下令将这些官员们全部杀死 经历了这件事 许昌城内的反曹势力被诛灭殆尽 侥幸存活的汉朝官员们更是人人自卫 皇居不已 同年4月 刘备率主力禁敌扬平关 汉中之战全面爆发 曹操本于立刻亲率兵马 池元下回渊 可还没等曹操动身 当月代军 也又爆发了乌环人的叛乱 当年威风赫赫的四军乌环 辽东郡辽西郡和右北平郡 早在十几年前便已被曹操平定 只有戴郡的误还产于 普夫卢前世朝贺 表示臣服 因此未被登考 可等到普夫卢死后 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继任的吴臣敌等人 暗怀野心 不服从统治 甚至频频率兵 掠夺财物 叼扰地方 曹操曾派参丞相军事裴遣 就担任戴郡太审 裴遣恩威并用 很快便安定了军内的局势 218年初 曹操将裴遣召回任丞相的草院 并当面称赞了裴遣 治理戴郡的功劳 裴遣却说 我做太守时 对百姓虽然宽衡 但对乌桓人却很严厉 他们一向骄横 管制过宽 必然导致松弛散漫 从现在的形势上判断 戴郡恐怕还会发生叛乱 听完这番话 曹操十分后悔 急于赵裴遣回来 几十天后 果然就传染了 吴臣敌等人造反的消息 曹操命自己的儿子 燕灵侯曹张为北中郎将 行萧綦将军 率军前赴戴郡平汉 并命一阳太守田玉为军师 辅佐曹张 曹军前锋刚刚到达 卓郡溢水北岸 并有数千乌桓骑兵前来突袭 当时曹军尚密集结 曹张手下 只有一千多名步兵和几百骑兵 大家都心怀恐惧 不知如何是好 田玉急命众人 以战车围成原型战阵 弓弩手藏在阵内射箭 乌桓人冲击了数次无果 便开始撤退 曹张率兵追击 亲自现阵搏斗 熬战了近一天才取得胜率 曹张本人虽然身中数箭 铠甲上还差着箭支 但气势却愈加振奋 曹军一直追到桑干 此时以距离殆境达二百多里 众将都认为兵士们长途跋涉 人困马滑 不易轻敌冒进 深入险境 可曹张却坚持决定继续追击 于是有急行军一天一夜 终于追上了敌兵 曹张带头冲入吴桓军镇 吴臣底大败 被杀死和俘虏了数千人 当时鲜卫人的首领 科比能与吴臣底是联盟关系 于是也亲率数万骑兵 准备加击曹军 但见到曹张如此勇猛 便断了与曹军为敌的想法 主动退往塞外 并请求臣服 同年七月 曹操见北方的局势稍缓 这才敢于动身前后汉中支援夏侯渊 九月曹操到达长安 可还没等到南下 陆魂和南阳就又传来了乱民起义 和守军反叛的消息 其余各地的反逃势力更是蠢蠢欲动 整个北方瞬间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此时刘备还在没完没了的强攻阳平关 十年已六十四岁的曹操 脑子都快炸了 怎么我忙活了一辈子 临了 这是要不得善终的节奏吗 公元218年4月 刘备率主力抵达阳平关外 夏侯渊一面带着徐晃 聚官坚守 一面命张和屯兵广石 与关内的曹军遥相呼应 协访北山 并伺机切断刘备军的后路 刘备与夏侯渊在关下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 深深的感到凭阳平关之险 靠正面强攻取胜的难度太大 不如先打张和 找路从北面绕进汉中 于是刘备亲自率领精兵万余人 沿居水北上进攻张和 刘备将兵士们分为十步 每步千余人 趁着夜色 以车轮战的方式猛攻张和大营 张和兵少 又没有防备 差一遍就被刘备斩杀 当时情况非常凶险 张和甚至带着自己的亲兵通入战场 与蜀军展开了肉搏 但凭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张和还是渐渐稳住了阵脚 刘备见短时间无法攻克 也只能率军撤回 偷袭失利之后 刘备仍不死心 不久又派陈氏率万余人翻越走马岭 去击断马明格战道 此路一旦被蜀军占领 张和与夏侯渊之间的联系将被切断 因此夏侯渊急命虚晃 率军前去迎战 陈氏大败 因战道狭窄 很多蜀军撤退不及 为免遭枪杀而被迫跳下山崖 此伤惨重 同年九月 曹操到达长安 听说这次大胜后很高兴 随兽与虚晃 假节之权 连续进攻不力 极大的影响了蜀军的士气 长时间的僵持 也让大军的粮草转运愈发艰难 为了能够突破阳平关 刘备给留守成都的诸葛亮写信 要求他增派兵力支援前线 诸葛亮明白战事胶着之时 后方的支援力度将成为前线决胜的关键 但刘备战军异党的时间尚短 各派系之间仍旧矛盾重重 立场和意见也不统一 尤其是异党派 只有得到这些本地官员和世人们的支持 整个川手大地才能激发出最大的战争潜力 因此诸葛亮便以此事询问杨红 想试探异党派的意见 杨红自继修 是前纬郡武阳县人 早在刘章时代便积累了丰富的围观履历 等在益州的多个郡中任国职 刘备夺取成都后 杨红被升任为数部从事 听闻诸葛亮的疑虑之后 杨红当即回答说 汉中是益州的咽喉 是生死存亡的要害之地 没有汉中也就没有参数 如今的形势 所有男子都应当参战 女子负责粮草欲书 请将军不要再犹豫 诸葛亮听到这话非常高兴 因当时的杨红将军 蜀郡太守法证跟在了刘备身边 于是诸葛亮便上表刘备 请求让杨红暂时坚韧蜀郡太守 得到批准后 诸葛亮将征发兵役和良好转运的事物 都交给杨红去处理 果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巧妙地帮刘备解除了后顾之忧 多县作战的曹操 情况则比刘备要糟糕得多 继许长耿记和戴军吴臣底相继叛乱之后 陆魂又掀起了乱门起义 判冲之战爆发后 摇曳加重 曹操又给各地发去了公文 要求宗教壮经发网汉 百姓们都痛恨到远方服役 一样躁动不安 陆魂人孙郎恨机发动起义 他带人杀掉县里的主部 攻占了县城 陆魂县长张固 挤率十几名官兵 仓皇逃往洛阳 孙郎等人则在毁掉县城之后 南下投奔了冠狱 一年前曹操从如虚口撤回时 曾命福波将领夏武敦 杜帅萧麒将军曹人 和中登将军张辽等将领 驻守居朝 后来曹操见荆州战士吃鸡 于是便将曹人调往凡城 并驾峰取人行征南将军 贾捷与屯住在向阳的 横海将军吕长 共同守卫京北 公元218年10月 此时曹操到达长安 还不到一个月 宛城便又发生了叛乱 当时南阳地区的官吏和百姓 因不堪摇曳之口 便在宛城守将侯英和魏开的代理下 举起反曹的大旗 叛军们乱箭射死了公曹英鱼 南阳太守东里滚被活捉 侯英等人一面聚成坚守 一面派使者联合冠语 准备里英外河夺取南阳 曹操人讯后 急命曹人率横城守军前去登陶 并叫汝南太守满宠 险富凡城防备关于被伤 照这种形式 曹操担心其余各地 还会有变乱出现 一旦轻易离开长安南下 主力在汉中 再陷入与刘备拉锯的泥潭 情况恐怕还会更糟 因此曹操在长安 暂时是不感动了 只能心急如焚地 关注着汉中的战事 寄希望与夏侯渊 能够暂时抵挡住刘备 疯狂的攻势 夏侯渊既是夏侯敦的同祖弟弟 又是曹操的表妹子 年轻时还替曹操顶过罪 因此与曹操之间的感情 非常亲近 此时刘备已在杨平关下 受阻了半年之久 正在与法政 黄泉等人策划着一场 惊天动地的变镇 汉中与长安两地 虽然相距数百公里 但曹操隔着茫茫起领 都能想象得到夏侯渊的艰难 也让他生情第一次体会到了 无能为力的感受 妙才呀妙才 好兄弟 再坚持坚持 等哥哥平静的叛乱 这就下来救命 从公元218年4月到年底 刘备在杨平关外 足足被夏侯渊 拖了大半年之久 期间 虽曾试图进攻广石 和马明格战道 但军以失败告终 这样一来 正面突破 和从北路绕道的计划 就都行不通了 无奈之下 刘备只得派出多股小部队 去汉中南路的山区中探路 看能否从南面绕进汉中 经过一番艰苦的探查 刘备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地点 定军山 这里山是险峻 一守南宫 具备丰富的水源 更为关键的是 夏侯渊并未在此地布置守军 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划和准备 公元219年正月 刘备留下高降 继续驻守在阳平关外 而自己则亲率主力 渡过汉水 修筑战道 开凿山路 历尽重重艰险 翻越杳无人际的米苍山脉 在定军山上 扎下了营 其实刘备此举非常冒险 一旦阳平关外的高降被击溃 那么进出定军山的道路 就将被切断 刘备的大军 就会成为一只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的孤军 将会被憋死在定军山上 而且大军所需的粮草物资 也要从成都经高降的营地 转运至定军山 山路崎岖 蜿蜒千余里 运输的成本已大到无以复加 后方诸葛亮等人的压力 也已重到无法想象 如果两道被断 刘备军就会不战自亏 甚至活活饿死 这样看来 飞兵难下 直插定军山 确实是一步险棋 稍有闪失 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为了夺取汉中 刘备还是决定 赌上身家性命 拼一次 哪怕将这把近六十岁的老骨头 给扔在定军山上 此时 夏侯元最好的选择 应该是率主力出关 与张和一起 加急高想 断掉刘备的良道 可他在得知刘备大军 已绕进汉中之后 表现的明显有些过于急躁了 他留下虚晃 继续镇守杨平关 而自己则带着张和 赶到山下扎起了营 修筑营垒和路窖 意图阻止蜀军继续向北推进 而且夏侯元的营房距离定军山太近 刘备和法正等人站在山坡上 就能清楚的看到曹军的动性 当时夏侯元亲率主力 住手在南面 而张和则带着本部兵马 守在东面 法正见张和兵少 便让刘备先派兵攻打东尾 法正故意舍尽求援 放着夏侯元不管 一味的带着张和一顿胖揍 张和都蒙圈了 为什么受伤的 是我 怎么只打我不打他呢 在蜀军的疯狂攻势下 张和终于受不了了 于是向夏侯元求援 夏侯元当即便分出了一半的兵马 去援救张和 自己则继续坐在大营中坚守 法正建议成功诱使夏侯元分兵 便让陶鲁将近黄中 率部预先埋伏在半山腰上 并让刘备亲自带兵 去烧掉南维营前的陆角 夏侯元性格刚举暴躁 兼陆角被烧毁 慌忙亲自带着400人的卫队 前来修补 但夏侯元的中军大战 距离前沿陆角 足有15里远 而且夏侯元的卫队 虽然都是曹军中的精锐 战斗力强悍无比 但400人的数量 还是明显过少了 此时 法正正站在高高的山坡之上 静静的看着 因为所有的布置 都已提前做了周全的筹谋 所以感觉实际一到 法正只轻描淡写的 说了三个字 可记忆 黄中在得到命令之后 瞬间从半山腰杀出 一时间古号亲民 呐喊声响彻云霄 而夏侯元还以为 蜀军的主力在东面 因此完全没有防备 黄中所部 借着居高临下的地势 电光火时间 便已冲到了曹军的面前 正熙将军夏侯元本人 连逢自己的四百位队 在错步解放之下 被全部斩杀 定军山上的蜀军主力 紧随黄中之后 腾胜猛攻夏侯元的南部大营 曹军群龙无首 遭致大戴 一周四使赵勇和夏侯元的儿子夏侯荣 当即战死 侥幸逃走的曹军 其余各部也纷纷逃至汉水备案 昭和则连夜退往阳平关 与徐晃会合 汉中汉水以南的全部土地 尽归刘备所有 这场由法正和黄泉等人策划的 声东击西 加连环记 震战夏侯元 堪称三国史上最精彩的瞬间之一 依稀看得见 当年战术大师寻忧 百马齐谋的不适奉彩 可当黄中 提着夏侯元的人头来请公时 刘备却皱着眉头说道 应该杀张和 要个夏侯元干什么呢 刘备啊刘备 你是真飘了 要知道夏侯元 可是曹军的西县战区司令员啊 不过有法正在身边 请尽情的腻歪 尽情的撒娇吧 连诸葛亮都评价说 此时的刘备 已是泛然而小 恐怕连刘备自己 也已爱上了这种烧包的感觉 当刘备扬起粉嫩的小拳拳 吹在法正的胸口 一脸称怪的说 怎么没连张和一块斩了的时候 恐怕法正也会偷来一个 甜蜜的白眼 夏侯元自妙才 是夏侯敦的同族弟弟 妻子是曹操的表妹 丁氏 少年时便与曹操的感情 非常亲密 当年曹操父贤在家时 曾因犯了法 被献礼治罪 还是夏侯元顶包 替曹操坐了牢 后来才被救出来 夏侯元有个弟弟 年轻时便去世了 只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 看莫天下大乱 夏侯元全家一时无浊 为了抚养侄女 夏侯元便抛弃了自己年幼的儿子 曹操起兵之后 夏侯元以别不司马 齐都尉的身份随从 先后担任过陈柳太守和颖川太守 关渡之战前后 夏侯元升任为渡军校尉 负责往前线渡运军粮 当时曹战区内的粮食严重不足 曹操又父辈受敌 刘备就曾两渡游击到曹军后方 劫略骚扰 夏侯元这个唯一的小侄女 在桥县附近视柴火时被张飞俘获 得知其身份后 虽取为正气 因此张飞还要把夏侯元叫一声伯父 关渡战后 夏侯元动征昌西 连战连结 又率兵平定了青州黄金贼徐和 司马俊等人的叛乱 因此被升任为领军将军 吹必战后 当打之年的夏侯元 更是作为独当一面的统帅 开始动征习讨 备受操操重用 击败了卢将军的雷旭等人之后 夏侯元又率徐黄等将领北上 去平定大陵的叛乱 战杀了叛军首领商药并屠城 为难之战时 夏侯元单独作为新陆军的统帅 正讨云移千帝等地的帝族部落 得胜后与曹操在安定城下会时 曹操返回叶城后 升任夏侯元为护军将军 都率张和徐黄 朱岭 陆昭等将领留守查案 正式成为曹操的西县战区司令员 期间夏侯元拜刘雄 战良兴平定关中 被封为博昌庭侯 马超再度反汉时 曾短暂攻占国继承 期间曾将夏侯元击败 但马超很快便在蒋旭和杨复等人的夹击之下 退往汉中 夏侯元趁机攻险亲 图城里拜韩随占兴国 后有斩杀宋剑在浮海 完全平定了整个梁州 曹操称赞他虎顾官右所向无前 并在张鲁投降后 拜夏侯元为正熙将军留守汉中 夏侯元虽然勇猛 刚指人品也很端正 但性格却过于急躁 不善于运用谋略 曹操也曾经常告诫他 作为将领 当要有怯弱的时候 不能指一仗勇意 否则不过是匹夫之敌罢了 夏侯元是曹操手下 图城次数最多的将领 尤其是梁州地区的枪湖族人 都对其非常惧怕 曹操每次会见这些异族首领 都要命夏侯元在身边陪捧 以震慑这些野性难逊的蛮夷 在行军打仗时 夏侯元善于长途奔袭 突其不意 军事们都说他三天被五百 六天跑一千 行事风格则与张飞和于晋 有些类似不处 至军严整 但就下属却不够体恤 与副将张和 司马郭怀等人的关系 也很紧张 公元219年正月 正熙将军夏侯元 与一周四十赵勇 双双被荒中斩杀 曹军群龙无首 告知大败 残部纷纷退到杨平关外监守 此时 全军上下惊魂未定 人心惶惶 惑切需要推举这一位主帅 以安定军心 从关子上看 杜习是以丞相长使的身份 领驸马多位 在曹操的青年下 督驻汉州军使 为一把手 夏侯元为重号的 正熙将军使二把手 贾杰的平后将军徐晃 为三把手 一周四十赵勇 和不贾杰的 当后将军张和 地位差不多 君司马郭怀 官职最低 但因为夏侯元 是宗亲将领 地位尊崇 因此杜习 只是名义上的主帅 自曹操走后 真正渡汉中军事的 还是夏侯元 如今夏侯元和赵勇 一起战死 汉中的军务 理应由杜习负责 杜习 虽出身于尹川某氏集团 属于根正苗红的 低系文官 地位确实是要高于 外姓将领的 但杜习却自认为 无法统帅三军 此时郭怀站出来说 张和将军 是国家的名将 历来被刘备所忌惮 如今军情紧迫 只有在张将军的指挥下 全军才能转位为安 于是联合杜习 一起推举张和 做了曹军的主帅 消息传到长安后 曹操立刻派特使 赶赴杨中湾 授予张和假劫之产 自此 紧于晋 张辽 岳晋 虚晃之后 五子梁将 全部假劫 汉中诸将 在张和的统一劫之下 迅速稳定了军心 做出了惊魂不定的泥台 也为曹操和刘备 这两位当事骄雄 提供了此生 最后一次面对面 检验三军成色 裂甸于旷野 一决此雄的机会 在得知夏侯渊战死之后 曹操的悲痛 无以复加 但为了照顾汉中 重将的情绪 稳定军心 曹操还是专门 下了一道策令 策令中说 夏侯渊本来 就不是会带兵的人 军中都称呼他 被白帝将军 统帅不应该清零战场搏杀 何况去修补路角呢 曹操这样说 相当于告诉众将 夏侯渊的死 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他自己的原因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不要有心理负担 在曹操 张和 杜锡和郭怀等人的 共同努力下 败退的曹军 在杨平关迅速稳住了阵脚 刘备则列阵在汉水南岸 摆出杜河强攻的架势 曹军众将都认为 蜀军气势如虹 人数众多 因此建议沿汉水北岸 沿防死水 此时郭怀对张和建议说 汉水渡口众多 守是守不住的 灭水列阵 是向刘备示弱的行为 不是上策 不如主动撤离岸边 在远处又使敌军前来 等他们渡到河中央 再发起进攻 一定可以打败刘备 张和采纳了郭怀的建议 刘备见曹军退到远处 沿阵以带 果然一律重重 不敢渡水 两军隔汉水进入对峙阶段 此时曹操还在焦急的 等待着晚成的消息 自从侯阴和魏开等人反叛以来 整个京北的反朝势力 在关羽的鼓动下 蠢蠢欲动 南洋太守动力滚 被叛军劫持 公朝宗子清前去游说侯阴说 您反朝是好事 南洋的百姓苦于劳逸 都愿意跟随您 但您现在扣住太守 就背上了叛逆的名声 不如您现在放了太守 我给你一起守城 侯阴认为宗子清 说的有道理 立刻下令将东里滚 释放出城 宗子清则趁夜翻墙逃出城外 与东里滚一起收拢残兵旧将 会和围城的曹仁和庞德等人 一起进攻侯阴 公元219年正月 即夏侯院战死的当月 晚成被攻破 包括侯阴 魏开在内的所有叛军 全部被诛杀 为肃清叛逆 曹仁随后下令在晚成屠城 城内的百姓尽遭徒路 晚成被夷为白地 消息传到长安 已无后顾之忧的曹操 即刻准备引军南下 同年3月 曹操亲率主力离开长安 警报写道向汉中进发 刘备得到消息后 自信的说 即使曹操亲自来 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必定会拥有汉中之地的 刘备能这么说 说明此时的他 已完全克服了心理上 对曹操的恐惧 自起兵以来 刘备毕胜征战 大大小小的仗打了无数 作战经验可以说是极为丰富 虽然受实力所限 刘备早年曾连续败于黄金军 袁绍 袁术 吕布 和曹仁等人之首 但从他用有限的兵力 与汝南振展蔡阳 在伯望坡击败夏侯敦的战绩来看 刘备的统帅能力并不差 尤其是帅小谷部队 深入敌后的游击战法 在整个三国中当属一流水准 打到几次败仗 有的是因为兵少 有的是因为立足慰问被偷袭 还有的则是因为不是自己的不去 指挥上不顺手 俗话说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这几次败仗其实并不丢人 唯独在面对曹操本人时 刘备就像换了一个人 表现的极不正常 甚至数次不敢照面 便匆匆逃走 可以说曹操就是刘备此生 最大的克星 25年前曹操东征许州 刘备受陶迁之邀 从平原赶往谭县救援 但很快便被曹操战败 这是刘备与曹操之间的第一次交手 关渡战前 刘备袭杀徐州自使车咒 又击败了前来讨伐的司空长使刘代 和中朗将王忠 并放出话来给自己壮胆 扬言就算曹操亲自来 也丝毫不拒 结果远远的看到曹操的帅气之后 扭头就跑 一口气狂奔了数百里 逃往青州 关渡战中 刘备与刘毕和宫都等人 将汝南郡叫得风生水起 声势滔天 还斩了汝南太守蔡羊 可一听说曹操亲征 刘备根本不敢交战 直接向南投靠了刘表 宫都等人更是四处奔逃 一哄而散 公元202年 刘备听说曹操亲征河北 不在许都 于是大胆被罚 在不忘坡主动示弱 设下一兵之际 大败曹军 差点就活捉了夏侯敦和于晋 关渡战前 刘备闻知曹操南下 仓皇从樊城逃往降临 在长满坡被曹操追赏 刘备万余人的部队 未及交战便已溃不成军 刘备的两个女儿被曹军俘获 还是靠着张飞的神威 一行数十人 这才惊险的逃出圣天 势必之暗 刘备虽也曾参与其中 但更多的 还是靠着周瑜和黄盖 等江东将士们的力量 才得以击败曹操 此后十余年 刘备与曹操在位 在战场上碰过面 刘备深知曹操为人狡诈 暗熟兵法又善用其谋 因此对其有种习惯性的惧怕 虽然此时的刘备 前有黄中赵云 后有诸葛亮刘八 身边还有法正和黄泉 这两位顶级高参 实力之强大 早已是今非昔比 但刘备能战胜心魔 走出巨曹的梦魇 仍是左右汉中决战 这胜败的关键环节 就在曹操南下时 曾听说夏侯渊被战 是法正的计策 因此轻蔑的说道 我就知道刘备没这个能耐 肯定是背后有高人之点 早在二十年前许多相会时 曹操就曾与刘备纵论天下 认为只有他们二人 才是真正的英雄 如今当年那个巨人篱下的刘选德 已是坐拥西南半壁 可曹操却又偏偏看不上人家了 或许是早已厌倦了 这无休止的缠斗和征伐 一别几十年 曹操和刘备这两位老友 可还记得那一盏青梅细雨 那缕亭前廊下的淡淡酒香 公元219年3月底 曹操亲率大军自包协道进入汉中 与杨平关的张和等人会合之后 凭借着兵力上的优势渡过汉水 意图寻找刘备的主力决战 以期能够速战速决 两军初次交战 刘备便落于下风 众将都劝刘备赶紧撤退 可刘备却勃然大怒 就是不肯撤 众人见刘备动了肝火 因此都不敢再劝 当时渐如雨下 法政便走过去 挡在刘备前面 有了之前旁统的教训 刘备最患法政出现意外 因此赶紧喊道 孝之必见 法政回答 连民工都要轻身犯险 何况小人我呢 刘备无奈 只好连连答应 好好好 咱俩一起撤 刘备随后再次退至定军山上扎营 占据险要固守 采取只对峙不交战的策略 此时两军的情况都不乐观 刘备的军粮主要靠成都共挤 先翻越大巴山 运到阳平关外的高翔大营 再走新修筑的米苍山战道 到达定军山 茫茫山川千里运粮 整个川鼠大地 早已到了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的地步 而反观曹郡的近况 比刘备也强不到哪里去 强制迁袭汉中 数万户居民的弊端已经显现 人口严重凋敝的汉中平原 已无力供养曹操的大军 曹郡的粮食 也主要靠从河东郡调拨 先西渡黄河运至梅县 再穿越包协道沿汉水 送达阳平关 同样是千里运粮不说 繁重的摇曳 也早已让统治区内的百姓们 不堪其苦 纷纷铤而走险 各地已是风烟四起 刘备和曹操 都对对方的情况心知肚明 因此不约而同的 开始在对方的梁道上 动起了心思 曹操任命曹真为征属护军 都帅徐晃出关攻击高翔 高翔虽数次被击败 但属军仍表现得极为顽强 米桑山北路的战道口 始终未被曹军夺战 刘备则派征熹将军黄忠 和义军将军赵云 去东面的北山扎营 刺激骚扰曹军运粮的车船 经过一番探查 黄忠发现曹军的一大批军粮 已运至北山下 数量足有成千上万代 黄忠认为可以截取 与赵云商议后 赵云将本部兵马 也交给了黄忠统一指挥 两人约好时间 由黄忠率兵截粮 而赵云则负责留守大营 可到了约定的时间 赵云却左等右等 也等不来黄忠回营 于是 只得让缅阳县长张义继续留守 而自己则亲率几十名骑兵 前去接应黄忠 可没想到赵云刚一下山 便遭遇了大股曹军 接战后 又有为数不少的曹军兵马迅速赶来 眼见寡不敌众 赵云只得强行冲出敌阵 且战且退 但曹军人数太多 前锋刚被赵云击退 后军马上便又恢复了合围 赵云见自己再次陷入包围之中 随侧马在前 以环绕冲杀的方式 再次突出包围圈 赵云虽有万夫不当之勇 但他手下的将领张柱 却受伤陷入了曹军身处 眼看就要命丧当场 赵云不忍抛弃他 随回身再次杀入敌阵 一路永不可当 如入无人之境 杀到张柱身边之后 将他拉到马上 通过重重阻拦 第三次突出了包围圈 赵云随即向山上的大营退去 曹军则紧随其后追赶 张义等待赵云回营之后 便想关闭大门接手 但赵云却认为营中兵士太少 不如将营门全部打开 放到旗杆停止雷鼓 曹军追至营门外 见营中一片寂静 果然怀疑内有伏兵 所以不敢进攻 赵云见曹军开始撤退 便命众人大声喊杀 并雷动战鼓 自己则率兵跟在后面 用弓弩射击曹军 曹军惊惧不已 纷纷争先恐后的逃命 自相踩踏而死的人很多 更多的则是被赵云 逼得跳入汗水 溺斃而死 这场局部战争的胜利 极大的打击了曹军的士气 刘备得之后也是非常兴奋 并于第二天早上 亲自来到北山视察 在参观了赵云的营垒 和山下的战场之后 刘备也对这场遭遇战的 惊险程度深深震撼 并赞叹道 则龙一身都是胆啊 为了庆祝这场胜利 刘备大胆宴席 与正将士们从早上 一直欢迎至天黑 军中自此称呼赵云 为虎卫将军 此战过后 刘备军士气大振 借鉴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曹军则成了被动防守的一方 期间刘备还曾命义子刘锋 来到曹军营前挑战 刘锋武力过人 骁勇异常 曹军中无人能敌 气得曹操破口大骂 窒息范里的小儿 只会叫你的假儿子来冲锋陷阵 等我叫我家长着黄胡子的真儿子来打你 于是派人去夜城急召曹张 但还没等曹张到达汉中 曹操便已萌生了撤军的想法 汉中对刘备来说 是生死存亡的要害之地 可曹操却在给军士们的口令中 将汉中比作弃之如可惜 食之无所得的鸡肋 汉中在张汝的治下 腾食一块拥有几十万人口的肥肉 可曹操却从未想过 将其治理的更加富饶 而是生生采取强硬手段 将百姓的千里 一块硕大无比的肥肉 俨然也被曹操吞下了肚 却还要一边抹着嘴角的油 一边望着十四九空的村镇 感叹看汉中 是一块食之无肉的鸡肋 曹操啊曹操 你就不怕遭报应了 曹操火急火燎的 赶到汉中后 只在定军山下 与刘备对峙了一个多月 便已是身心俱疲 出了巨大的后勤压力 导致各地频发暴动之外 连兵士们也出现了 大量逃亡的情况 比如王平 本是巴西军人 被牵制汉中后 在曹军中做了一名校尉 但王平入曹操营 本身就是心不甘情不愿 再加上王平 斗大的字不认识一框 前景暗淡无光 因此便索性转投了刘备 立刻被升任为衙门将军 自此开启了他军旅生涯的崭新篇掌 公元219年5月 曹操决定撤军 他命令杨平关的守军 由曹镇率领 沿散关道进入五都军撤回关中 而曹操自己则亲率独立连包邪道徐徐撤回长安 并将汉水北岸的百姓全部牵走 撤军途中 不断有兵士和百姓们趁乱逃亡 加之包邪道狭窄 战道上拥挤不堪 曹操又惧怕刘备追击 因此全军在路上表现得非常慌乱和狼狈 对曹操来说 此次远征汉中可谓是灰头土脸 元气大伤 同年6月 曹操到达长安 并命张和留守陈仓防备属军北上 刘备则顺理成当的接手了整个汉中 从218年正月开始到曹操去世 最悲剧的就是曹操生命中的这最后两年 坏消息接踵而至 根本就没给他留下 哪怕一刻喘口气的时间 当月曹操刚回到长安 屁股还没坐热 荆州便传来消息 说关羽正大举北上进攻相反 同时为了配合西线战场的刘备和中线的关羽 孙权也已派战船进制朝湖 准备第三次攻打合肺 面临三险作战 十年已六十五岁的曹操迎来了 自关渡战后最严峻的考验 其实此刻曹操应该庆幸 庆幸自己已于月前果断撤出汉中 假如曹操再晚撤一个月 继续跟刘备没日没夜的耗在定军山下 等到孙权和关羽北上的消息传到军中 恐怕到那时 曹操在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关羽之所以没趁曹操在汉中使出兵 而是拖到五六月份再动手 不要还是等待天使 京北的雨季一般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之间 届时阴雨连绵 汉水水泡沫 关羽全都发挥紧强满的水弹 否则仅以关羽手中的三万多兵力 想要靠陆路攻坚 拿下相反这两座奸城 简直难于登天 此时夏侯敦和张辽尚在河北 因此相比于东路的突权 方方明显还是对关羽更加忌惮 于是急命晚城的曹人 率庞德以军南下 会和襄阳的旅长和樊城的满头 共聚关羽 当月刘备命移动探手孟达 率兵北上进攻防灵 诸葛亮的大姐夫 防灵探手凯奇被斩杀 孟达乘胜向上庸进军 刘备担心孟达无法攻克上庸 于是又命义子刘峰从汉中出发 沿汉水东进支援孟达 驻守在上庸郡的沈丹和沈怡兄弟二人 是本地的大族出身 雄居上庸和西城一带已达三十余年 也算是割据一方的诸侯 但实力却较为弱小 不足以自保 张農在汉中时 他们就依附张農 曹操攻陷汉中之后 他们又归顺了曹操 曹操便封沈丹为元香侯 领上庸太守 刘峰和孟达兵临城下之后 沈丹知道此时的曹操已是焦头烂额 无力救援上庸 于是便率领全郡官吟举城投降 并主动将妻子儿女和宗族庭员 前往成都为之 刘备很高兴 于是便任命沈丹为征北将军 继续驻守上庸 并封沈丹的弟弟沈怡为剑信将军 领西城太守 此时 关羽在向凡城下 更是节节胜利 曹人在领兵来到凡城后 很快便被关羽击败 部队损折大半 只能与满冲 萎缩在城内 坚守不坑 并向曹操求援 屡战屡败的曹军 还是靠屯住在凡城以北的庞德 挽回了一些场子 庞德为人刚指 打起仗来效用无比 由善去射 在激战中还曾亲手 射中关羽的前额 取得过小规模的胜利 但遗憾的是庞德并少 无力改变战场大局 而面对奄奄待毙的曹人 已是三线作战的曹操 却陷入了无将可派的窘境 有勇有谋 既能震得住场子 又能打硬仗 够得上跟关羽过招的 统帅级将领就那么几个 中式成员中 曹修 曹真和夏侯尚 合力上去 夏侯渊已经战死了 曹淳得到在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夏侯敦还在合肥渡军 曹洪又不堪大用 外姓将领中 张辽和张霸都在合肥 抵御孙权 张和留守陈仓 都无法抽身 岳晋 李典 史焕和韩浩等人 皆已去世 朱灵早就被剥夺了军权 而安禄的文聘 因为没有汉水的治水权 只能困守城内 比曹人和吕长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有徐晃还正在曹操寸边 不过刚刚经历了汉中敖战 本部兵马折损严重的徐晃 急需休整 这样看来 也就只剩下于晋了 可于晋虽然地位同高 贵为左将军 甲杰月 但自从赤壁战后 余地以九树战阵 达十年之久 无奈之下 曹操突然想起了 自己还有三个天赋异禀的儿子 此时 曹丕正留守夜城 脱不开身 曹张则刚从夜城赶到长安 人控马罚 于是 曹操便拜曹职 为南中郎将 凭征鲁将军 带兵援救曹人 不得不承认 曹操这波操作 确实让人摸不到头脑 我该说你是老年痴呆呢 还是饥不择食 瞎摸乱状 要论写诗作父 饮酒辩论 曹操确实是一把好手 还要论带兵打仗 那这就是赶鸭子上架 曹操啊曹操 你是想让曹操抱着键盘 生生吞死关羽 公元219年7月 曹操派人去夜城 拜曹操为南中郎将 行征鲁将军 率兵援救相反 可当传命官到达夜城之后 却发现曹操正喝得烂醉如泥 根本就无法受命 万般无奈之下 曹操只得改命左将军于晋 独帅七军 共三万余人前赴凡城 迎战关羽 与囤住在城外的利益将军庞德 困守向阳的横海将军吕长 和凡城内的汝南太守蛮虫等人 一起接受曹操的统一节制 曹操命于晋和庞德二人 暂时在城北十里处扎营 等待破敌凉机 自董卓直乱时起兵至今 曹操以马不停蹄的南征北战了 仅三十年却始终没有等到 封烟止息的那一天 眼见老将们日益凋零 二代将领们有略陷至内 曾经人才地地良将如云的曹操 恐怕不曾想到连自己 也会有清皇不接 无人可用的那一天 其实面对九叔战争的余静 和新加入尚不满四年的 愣头青庞德 曹操还是心有顾虑的 否则也不会考虑 让曹操去带兵 但事已至此 也只能一只眼望着京北的关羽 一只眼盯着汉中的刘备 做好两手准备 静观其变了 但当月余静刚到凡城 汉中便传来了一句爆炸性的消息 刘备称王了 刘备一生都在追随偶像刘邦的足迹 甚至在占据徐州之后 宁愿放弃奸城下皮 也要亲临小配 瞻仰高祖故居 四百多年前 刘邦就曾以汉王的身份 从汉中出关北上 最终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 击败了项羽 匡定天下 刘备手下的众文武 在劝禁表中这样写道 平夕将军 都庭侯臣马超 左将军长使 兼镇军将军 臣许静 迎司马 臣庞锡 义曹从氏中郎 兼军义中郎将 臣赦源 军师将军 臣诸葛亮 荡厚将军 汉寿庭侯 臣关羽 征武将军 新庭侯 臣张飞 征兮将军 臣黄东 镇远将军 臣赖宫 杨武将军 臣法政 兴业将军 臣李延 等一百二十人 李延明上奏 曹操对外吞并天下 对内残害群臣 臣等请封刘备 为汉中王 兼任大司马 统领天下精锐之师 扫灭逃贼 诛杀叛逆 刘备随即 设立地坛 登上王位 并给县帝 写下奏表 太人连同左将军 和夷承庭侯的应授 一并送往徐昌 此前 刘备取汉中 德尚雍 连京北 地坛迅速扩张 士气雄壮 升危震前 而反观曹操 则是故此事彼 内乱频发 刘备选择此时称王 无非就是想趁势 树立起反朝核心的地位 向天下人 宣示其政权的合法性 并彰显自己汉皇后裔的正宗身份 同时 也可以借此给文武功臣们 加官进爵 与稳定人心 比如文官方面 许静被代为太父 赖公被封为太长 法正 胜任为护军将军 接任上书令 朱可亮官职不变 继续以军师将军之职 处理内部事务 刘八和杨矣为上书 武将方面 官宇胜任为前将军 贾杰岳 张飞为右将军 贾杰 马超为左将军 贾杰 宏中为后将军 魏延为镇远将军 领汉中太守 李延为釜汉将军 刘峰为副军将军 主管上拥 西城事务 刘备成王虽然有利于稳定内部局势 但在实际的选择上 却显得过于急欠 刘八和晚年 曾与仲诸侯与臣子们 杀白马盟士 定下了非刘氏 不能封王的誓约 并始终被后世子孙们尊同不宜 成为四百年大战的代表性法统 这个刘氏的意思 并非是姓刘就可以 而是皇子或诸侯王弟子的意思 其余任何人 不管有多大的功勋 就算是诸侯王的数子们 没有皇帝家恩的特质 也只能封侯 五帝时期 帝王雄才大略 臣子们已是英雄辈出 尤其是魏卿和霍去病二人 功灭匈奴 战功赫赫 以至于最后封无可封 可刘彻 却宁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造官职 加特赐 也没敢 才异姓封王的口子 光武帝刘秀 待人和善 气量恢弘 别说对开国元勋 就算是那些之前 与他作对的祥将们 也往往不遞前嫌 但唯独封王一世 没得商量 最终云台二十八将的爵位 也全部到献后为止 从汉高祖十二年 定义白马之盟 到汉县帝末年 即建安二十五年 在这整整四百一十五年的时间里 敢于突破这条界线的 只有四个人 吕智 王满 曹操 和刘备 尴尬的是 除了刘备之外 其余三人 都不是刘邦的子孙 并占据了一周 加两个半郡的地盘 就基于自立为王 将刘邦的祖训扔在一边 这样的行为 又与曹操有何区别 在天下人眼中 又与乱臣贼子合议 让那些在心里真正拥护汉世的 指望刘备有朝一日 能返曹成功 匡扶正硕 甚至还政于天子 功成身退 心存幻想的世人们 又要作何感想 尤其是孙权 曹操手里捏着天子 早就做了魏王 现在刘备又钻了 所谓刘姓的控制 成了汉中王 那孙权呢 与刘备一起 打着奉天子诏 讨伐国贼的口号 缔结了联盟 之前身份相同 可现在 却突然矮了一头 怅然若失的孙权 望着面前坚固的合肥城 瞬间 一种沦为打工仔的憋屈感 涌上心头 汉中王 汉中王 好个汉中王啊 孙权不断的喃喃自语 脸上 却忽然 闪现出一抹 阴沉的笑 用地图推演的方式 回溯中国历史 用通俗浅显的语言 传播华下文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